大夫 大夫怎么说 还是像上次一样 查不出什么毛病 大夫说他只是思虑过度 身心疲劳 他之所以凸血 也是因为把自己逼得太紧 想让自己想起忘记的事情 查不出毛病 就说没毛病 端月姐 你不必担心 小叔他身体一向很好 吐点血 健养两天就好了 查不出什么毛病 才是最可怕的 他最近忘记我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长 那我们就时刻提醒他 让他时刻记住 那岂不是把他逼得更紧了 那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让他养好身体再说吧 先让他养好身体再说吧 晚了 相爷已经吃过了 那正好 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说什么 是要提醒相爷 本应只爱吃你做的东西吗 相爷的口味一向如此 又何来提醒之说呢 那不知相爷今日 是口味变了 还是心变了 相爷重情义 所以你对他有恩 他定不会服了你的好意 我若不是确定 相爷已经把你放了 今日 我是不会来送羹汤的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想必是羽柔你 心中所想 日游所念 当成了事实吧 这满屋的纸条 既是你俩过往之事 分明是相爷用来提醒自己 我想你误会了 是冬月记性不好 那些字条 只用来提醒我自己的 你可以骗我 也可以骗你自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相爷是一个傲骨铮铮的人 你每天这样来提醒他 让他想起自己 是一个记忆不全之人 你口口声声说爱相爷 难道 就忍心看着他 饱受折磨吗 羽柔 羽柔 来了 话已至此 你若是执意要去的话 我也不拦着 你怎么会做 你我白天 还在浮意要去 还与你 我刚才都把人家里 说了 好像已经一了 你怎么会做的 你怎么会做的 那blood 就是有没没有 你你怎么会做的 你怎么会做的 干什么 没什么 是怎么会做的 Interesting 放你出来多日了 调查明家旧案 一点进展都没有 微臣办事不立 请陛下责罚 是办事不立 还是别有用心呢 老臣愚钝 不知陛下是何意啊 当初冯贵妃惨死 就是你陷害冯夕所为 现如今调查明家旧案 谁知道你是不是 是顾忌重施啊 老臣以心之宝 陛下清明江山稳固 我绝无半点私心哪 好一个没有半点私心 好啊 既然你看不得 两项病例分庭抗礼 那你这个左项的位置 不要也罢 陛下 老臣能身居相位 全来陛下恩典 我绝无半点亲满之意啊 陛下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三天 三天之内老臣一定查到冯夕 与明家勾连的证据 好 那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追下吧 臣谢陛下 坚持是废物 我要你们去调查冯夕的身世 你给我的是什么 你看看 什么榴莲烟花之地 与宫中女官什么暧昧不轨 这些京都杂谈上都能看到 我要你们干什么 相爷 您消消气 卑职知错了 您知道卑职已经派了手下 全部降临 奈何风夕他太狡猾 我们 我要的是结果 我不听你啰嗦 你知道吗 今天在宫中陛下震怒 下了死命 三天之内你再没有结果 我我相位不保 你们一个一个都得完蛋 不需要三天 殿下 臣不知殿下屈尊驾到 有失远迎 想要扳倒冯夕一日 一天就够了 难道殿下已经 掌握了冯夕身份的证据 你要的证据 我会让他亲口说出来 还记得这个吗 还记得这个吗 记得 我出狱殿下之时 殿下见我肚子饿 便请我吃了蒸糕 当时你鸡肠鹿鹿 看着这蒸糕 觉得好吃 如今时过境迁 你在冯府也吃了不少 山珍海味 再回过头来吃这个蒸糕 不知道 还会是那时的味道吗 殿下有话不妨直说 不必斗圈子 我曾以为 你我可以并肩为伴 起码 起码成为同路之人 可发生了这些事 我慢慢发觉 我先要好 不妨子 不妨子 在内容 你会不会有这个优优 但是我还会不会有这个事 我会把这个团子 你会不会有这个事 不妨子 不妨子 我这样 会不会有点 不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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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有点 不妨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等着那一天 冬月 为了让芳汐露出狐狸尾巴 只能先个H你一脚 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子鸢 相爷 看到冬月了吗 她没回来吗 不对啊 一早她自己一个人出去了 说是有什么事情 一会儿就回来的 能有什么事啊 这样吧 我们在府里找找 说不定她已经回来了 只是我们没见到呢 相爷 有人找您 迟统领 这可真是稀客呀 这是第一次来我府上吧 那是啊 这堂堂的相府 岂是说来就来的地方 若是没块敲门砖 怎敢来惊扰相爷您哪 那你这次带了什么 敲门砖来呢 我呀 我什么也没带 只带了左相的几句话 带的什么话呢 左相爷请右相爷 您到京郊别院一叙 左相可真有意思 两个大老爷们 到京郊别院一叙 他想干什么呀 那能干什么呀 不止您一个 还有一个客人 左相已经将他请了过去 何人 什么人您应该比我清楚 我刚到府上的时候 看到下人们 正在到处找他 怎么 我府上有什么人不见了吗 刘相爷 名人不说暗话 您又何必掩饰呢 此人对于您来说 比命都重要 他现在不见了 您会不知道 好了 快随我去 不然左相等急了 该不耐烦了 你们可真有意思 请 请 父皇 里面请 父皇 明家与党的真相 就在里面 此事饶攘多时 一定要有真凭实据 左相已有了万全之策 我会让明家愚孽 亲口承认 明家愚孽 亲口承认 你别管我 你快走 将爷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非也 今天不是我唱 是你 堂堂左相 竟然用这样的手段 去对付一个弱女子 不怕别人笑话吗 那就 要 ownership 你给我要收尾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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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冯夕这个奸诈小人的 你大费周章 要朕来这儿 就是让朕看这些 陛下 刚才你都听到了 这个冯夕 他是在推诿狡辩 证据呢 这哥哥哥 刚才不是朕要的是证据 是是是 哥哥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啊 陛下您 您听我说啊 选尸消 publi 陛下蓬下 陛下 您 您听老臣说啊 来 三殿下 此事就此做吧 改日在意 这个冯夕是不是以为 我真的就不敢动手啊 好 今天我就给他杀一个看看 我已有言在先 冬月只能用来威胁冯夕 绝不能伤害他 一根寒毛也不可以 绝不回头 冬月 冬月你没事吧 谢谢 怎么回事啊 到底 左相利用我去威胁冯夕 我要去找他 你还想着他吗 你难道看不出来 关节时刻 冯夕根本没把你的死活 放在心上吗 你不懂 我懂 你想说他有苦衷对不对 这句话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你倒上说说 他到底有什么苦衷 冯夕的苦衷 就是我的苦衷 冯夕不能说的 我也不能说 殿下相救 冯夕半分感激 先告辞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过去相处的点点滴滴 为了提醒我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不想来 李雨柔 这是准备撕破脸了吗 我不是来跟你说客道话的 相爷已经把你忘了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和我叫板 即便他记得我的时间再短 我也能让他在片刻的记忆里 把你赶出冯府 甚至是逐出京都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你能做到 我就把冯夕让给你 我就把冯夕让给你 你先给我 context 你先不想来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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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想以我的安危来胁迫你 你看着我 直到我是个陌生人 我竟然十分庆幸你忘记了我 原来忘记 也不全是坏处 我个人就不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天色不早了 我送相爷回去歇息吧 来 梨茜 你这辆 将我赶出风府 这辆 Messiah 全凭相爷乐意 冯夕要悔婚 是 我要见冯夕 就算她要悔婚 也要当面给我说清楚 冬月姑娘 事已至此 你又何必纠缠相爷 让彼此难堪呢 罢了 小悠 便给她听 是 冯某聘冬月为妻 实为过失之举 金姐除盟约 此后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立约人冯夕 冬月姑娘 相爷的笔记 你不会不认得吧 是需要相爷亲自出来 当面念给你听呢 不必了 既然冯夕如此绝情 我以后也绝对不会 再踏进冯府半步 各位 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是冯夕赴我 不是我不冯夕 从此以后 我跟冯夕一刀两断 再无瓜哥 姐姐 不冯夕赴我 外媚什么人 一个不守规矩的下人 已经被我驱逐出府了 小爷别操心 这些吓人的事了 散了散了 看什么看 该干吗干吗去 走了走了走了 冬月姐 这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叔 别多事 你看 这是相爷亲笔写的悔婚书 看出端倪了吗 这根本不是小叔的字啊 你都看得出来 冬月姐何尝看不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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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天 姚天 今日之事 是你和李玉柔 一起做的一场戏是吗 冯夕的这件事情并不知情 回婚的人是我 为什么 小叔对你这么好 大大 我是好 可是我却没什么能回报他的 我在他身边 只会给他带来危险 还有痛苦 你要相信小叔 都这么久了 他不是每次都能 护你万全吗 以前每次都能 你能保证以后 每次都能吗 世上多的是人 想去冯夕雨死地 我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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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冬月姐心意已决 我们应该理解他的难处 什么难处啊 我只知道 再难的是 两个人面对 总比一个人要强 谁不想和自己 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呢 但是有的时候 但是有的时候 越是喜欢 再越是有怨离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哎呦 你们 哎呀 我真的搞不懂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或许有一日 你会懂的 不让你 如今我那心爱的月儿 却在千里之外 连过音讯 也是无忧啊 现在能够得比较好 我还能够得我 智荀 我去梅迹 还等我 去梅迦 我太相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